上周美联储的会议纪录 令市场进一步确认升息接近美星 经济有衰退的可能性 使市场对于年内即将降息的预期再度提升 富兰克林华美投讯认为 今年第二季是固定收益产品入手的最佳时间点 建议投资人不妨可以增加投资特别股 和非投资等级债券投资比重 随可望帮助提升收益率 更有机会降低单纯股票投资的波动度 前周美联储4月12日当晚公布3月份FOMC会议纪要 其中多位官员基于3月份美国SVB 和欧洲银行业的事件下调升息预期 并转移关注经济衰退的状况 对于今年经济展望的预测 是美国经济可能将在今年稍晚出现温和衰退 并估计将于两年后此复数 然目前富兰克林华美投讯固定收益企多元投资团队 并不担心银行以至于整个金融产业的前景 而认为美国区域性银行USVB或FARC 和瑞士信泰事件为独立个案 随着美联储可能于近期完成升息操作 后续市场节奏或将被警器是否吹缓或需退所主导 然而鉴于目前失业率盈处长期低位 等待这个情景的时间 或许会相当久 富兰克林华美特别股收益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 经理人余冠廷表示 在利率风险干扰的程度减轻之際 目前特别股相对具备投资吸引力 截至3月底 代表特别股的美国IS债券指数 到其收益率为8.94% 而十年均值为6.09% 特别股收益率高出十年平均许多 不止特别股相对具备投资吸引力 连目前美高收的收益率 也高于十年平均 为市场仍存在相当之不确定性 余冠廷建议以价值投资 各度分批介入为宜 而富兰克林华美特别股收益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 3月份已提高持股比重至9成 以大型权值企业所发行的固定利率特别股 和利变形特别股为主 举例如银行 保险 公用事业 电讯服务和非循环性消费等 另外关注能创造资本利得的可转换特别股 也积极挑选并纳入 例如公用事业公司 此外 该基金在合适的时间点 适度纳入增益资产作为战术配置 时机加码并持续优化投资 总结以上 富兰克林华美投讯认为 就目前升息的美星阶段 利率到达高峰 固定收益债券的价格前年 去年阶已经修正一波 部分新兴债甚至整理幅度高达两成以上 在第三季可能转位降息的几率增加 或者第四季开始降息情景下 现阶段不次为投资级龙头产业特别股 与全球非投资等级债券布局的大好时机 建议投资人 不妨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分批切入